把世界换毛了 一丝就是一大堆 别动 一丝就是一大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酒 这个草除了没几天又长起来了 现在我才知道 它要把这个根弄出来才可以的 你看这里全部都长满了 那里面有那个菜 现在全部的草都比菜高了 我要这两天要把这个除一下 老汤那个果不是摘完了吗 我就准备把这个 这两天就把这个除掉 然后再跟它一起去玩两天 到时候看要不要叫上我不要扫 哈喽 老师姐刚刚掉了好多毛 我在那里帮他拔毛 拔了好多 可能是春天了要换毛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 不用一个一个去找的 这个 除不完一样的 太难弄了 要这个一个一个找出来 我说玉米长得蛮高了 这个草太难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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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玉米长得蛮高了 太难采人了 这个玉米好像长得还要绿一点 没办法 这段时间没管 但是我这玉米长得也挺好了 怎么有时间过来 忙完了吗 忙完了 咱们有点事 想跟你说一说 不是说啊 什么事 直接说 不用这么客气 那个啊 之前不带玉米去玩嘛 咱们现在有点 要玩两天 退迟往后面两天 为什么 因为我堂哥他送了一点下层 之前我以为他叫老板来看了 老板来收了 结果老板觉得他太少了 老板不收 叫我看一下 能帮他卖一点 那可以啊 你可以先帮他把果卖 先啊 没事啊 去玩 这种事情不着急 知道吗 有时间再去也可以啊 你看你 看你的 你肯定先忙 事情要紧啊 好 那我也要跟你收好先 因为你那股你不卖的话都说卖不掉了 肯定要先做事先啊 是不是 你之前答应好你等一下一下子变了 所以要过来跟你说一声 那没事的 感觉你肯定也挺好的 要不要帮忙啊 他那里 要不要帮忙摘 等卖的掉才能摘啊 就是你要卖多少就摘多少是吧 对啊 那里有多少啊 他种的不多了 他他种了一百颗而已 一百颗呢 那他干嘛种 种多一点呢 他一个人种了多少 他有养牛 他就是拿那个牛粪来 然后就变种了点果而已 那你先忙嘛 没关系的 忙完再说嘛 爸 我这两天 我也忙一下 把我家里这里收拾一下 把这个草除一下 这时候再看吧 再约也可以的 这个以后有时间再说也可以的 是吧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这是什么气质 又不是什么大事 那就是小事 那肯定工作要紧嘛 那万一你堂哥那个果卖不出去 那多浪费是不是 不然不多 但也是辛苦种了一年是不是 是啊 因为他现在他 他每天都帮我摘果 现在能到他了 我不帮他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可以啊 我感觉你堂哥人也挺好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就叫我忙 那到时候需要吧 就跟你说 嗯 可以啊 刚好我跟你了解 就是养肚的事情 可以啊 这样也可以啊 嗯 我当个养牛了嘛 说病 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不懂的 那你说一下嘛 是吧 可以啊 但是我没买有菜 我正买了 我是每个人的 菜 菜这个你放先 我不可能来这里不买菜的 就是你给我来这里煮 就可以了 我们去买菜嘛 可以啊 那我那里有一点花菜 还有猪肉 好 青菜就拔那里来吃了 因为那里 那个青菜 那个炒太多了 你那个青菜长得不咋样啊 保世杰老师睡在那里 我一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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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一炒的 全部是绿油油的 没有 那个保世杰老师睡在那里 那个菜都压下去了 那我去买菜吧 可以啊 你有什么忌口的 没有 没有那我就别被买了 按住什么 我就买就买了 有没有客气 蛋都是糖尿 好嘞 那我去买菜 你要不要天黑了 嗯 你先煮,放一煎烤 我这个草出的,我手都软了 好难煮啊 刚好这两天 不出去的话,我就把我家里的墙刷一下 我挖了两桶鸡,准备把墙刷白了 这样子好看一点 这个菜,好多虫子咬啊 你看那个草也好高 老师姐,老师踩在这里睡觉 把这个菜都压死了 这个空心菜,我看到就想笑 今天那个阿姨,有一个从里面的阿姨过来问我 这里种的什么东西 我说种了空心菜 你看这个空心菜,你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 这草比空心菜还高 我也是第一次种菜,不太会种 所以这两天把这里的草除一下 这个菜很多,这种虫眼子 它是没有放过药啊,什么都没有 药还挺好吃的吧 拿一点这个 其实保时节 老是在上面睡觉 把这种大根的 往上再淋一下水,应该还可以长大 有一些小的,应该还可以长大 这个被保时节采了 我采得我好心疼啊 我这个菜我都还没得吃过呢 老常去买菜还没回来 我把这个老的菜摆去喂鸡了 像这样子 叶子长得太密了 它长不肥 所以要把一些摘掉 我都还没得吃过呢 这个菜 不知道我那四只鸡怎么样了 很多人说 买公鸡买一只就行了 我不知道啊 我就想了一对一对的嘛 我就买了四只 就这样子撒点青菜给他们吃 其实这样子的鸡肉鸡蛋都好吃 这些都是在保时节采烂的 这样子的鸡肉鸡蛋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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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在保时节采烂的 这些都是在保时节采烂的 肉鸡肉鸡蛋都好吃 肉鸡蛋都好吃 过来吃饭了 不吃啊 还是怕我 还是怕我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下饭 奇怪 我就回来那天下的一个蛋糕 现在也不下饭了 下饭了 回去煮饭了 先喝汤 在这里啊 等一下我拿这个勺子 没有 吃辣椒吗 我三个不吃 我吃 我应该拿两个碗就可以了 放了那个烙 没放 没放 没放的 没事 没有辣椒也没事了 没放的 可以的 吃饭 吃饭 喝汤 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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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 感冒好了 一点小感冒 这个鸡红 我好久没有吃过鸡红了 嗯 这个土鸡好吃 还可以 现在 这里晚上温差比较凉 不知道为什么晚上那么冷 山里面都是这样子的 你没在山里面待过啊 没有这么山的地方 我们这边山里面都是这样子的 摘开个 嗯 到那个时候 你记着帮我 卖一下那个果子 我只能试一下 我不敢说能不能慢慢的动 你试一下 帮我卖掉的话 我和你们一起去玩吧 到阳术去玩 到哪里去玩 那叫阳术吧 去远的 应该去不了 嗯 你没想去哪里 我 我没想到 我当时说他 他包我 包油我 你们两边去 包油 要等卖完果子是不是 是啊 那里不多的 那里不多的 有不多的 你要是有 有个大老板过来收 一起收 我们我们后天就可以走了 他去到阳术 是贵人 哪里好啊 你阳术经常去玩的 那都贵人了 这下这个芋头 那到时候 要帮忙的话 就跟我说一下嘛 要帮摘果 要帮摘果 可以去帮你们摘一下 可以啊 你帮摘一下也可以 哦 等着没事 好啊 拔石芋头啊 嗯 没地方放 还搞个拔石芋头 可以啊 你的手艺啊 可以啊 还可以啊 这就搞了啊 哦 还可以啊 你把大厨搞不定 拔石芋头 嗯 是不是 滑石芋头 很脆哦 还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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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